开车也啊 大概都有进过这个地方 那我想啊 呃 我们首先要很感恩 环保团体 那以及啊 我们两位里长的一个努力 那只要有机会 我的朋友问我说你住在哪里 我说那个内府 他们就说哇 内府很棒 为什么 内府哪有一个啦 我们有一个大府 那我想这就是 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 那个大家共同努力 也是七长啦 要共同大家努力 那但是啊 从大府现在看啊 尤其是像现在大府的路是白路是山 真理那么漂亮 每个人都不喜欢去 但是相对啊 看到这边的话 有一个破绝的铁皮屋 那常常啊 我觉得就是很纳闷 我从民国八十年啊 搬来这里 到现在 一直没有办法变 那上一次在大府 我小我也参加 这次来这边以后 我看了 哇这个铁皮 铁皮屋也真的不怎么样啊 盖得也很丑 对不对 而且是还有看到那边 还有扩那边漏水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 我想直记所做的一个努力啊 我们真的是可以肯定 那既然呢 这一次直记 我觉得这一次的开会比上一次呢 呃 我们哪反对的也要尊重赞成的 赞成也要尊重反对的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点 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像刚刚有位先生他所讲的 至于法调的问题点 我们不懂 技术上面问题点 我们不懂 那潘先生大概是画面 还有防保里面的一个很专业 那我们真的也很感谢他 对这方面一个贡献 但是能不能就是说 就一个合理的 一个可观的 一个更好的方向 几个例子来讲 内容现在的土地 为什么人家一瓶都喊到50万以上 那甚至于呢 在在那个美国 AIT那个地方 一瓶还到100万 为什么 因为就是整个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改善 一个改变 当然 对环保 我不懂 这我们不以置评 但是如果说一个开放汉 现在的一个一个这个改善汉 能够 对整个这个地方是一个更好的 我相信从直记所 弄出来这个主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辨解 将来绝对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你可以走行大湖公园以后 又过来这边 而且呢 看看他所规划的前面的那些立地 我想啦 就好像大安森林公园一样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去大安森林公园 对不对 那在那边又有一个繁宝 又有一个水宝 又有什么心理 什么聪明的道场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 如果说对 我们这个地区 是可以一个更好的一个西 那个当地经历一个院酒的话 那我想应该是三年 那将来的话 我想来很多人就愿意更来这边 所以啦 基本上我是指振同的 来